年前大掃除这市场是存在的 尤其豪宅清洁更是相当的夯 当中的打扫Mega更是不能少 有今天公司要求新进的员工 必须本身就要经过审查 有良命震还有家庭背景的查核 而打组打扫通常就是两个人一组一起来的 而遇到贵重物品也必须要拍照来回报 这就是两户打通的客厅 超级超级大 据说滑指感150平两户打通 光是这客厅就大到难以想象 但年节要到破一豪宅大扫除 清洁Mega不可少 进门前穿上鞋套再用酒精消毒 交给专业豪宅清洁员 首先门面最重要 特定的这种污点的话 我们会拿机器去喷清洁剂 然后去刷 手抛机处理顽劣脏污 这地毯长毛短毛处理方式通通不一样 还有窗帘打开专用清洗机 从上到下分段处理再用高温杀菌 用城蛮机把肉眼看不到的皮屑 城蛮都吸走 这黑灰色脏污看了好下人 打扫豪宅可没那么容易 通常朗朗一组 碰上贵重物品按照SOP拍照回报 公司也要求必须有良民证 进行员工训练才能出任务 进入我们公司的话一定就是必须要有良民证 还有他的家庭背景我们也都必须要去做一个就是查核的部分 工作态度以他的品性的部分去做一个考核 一般居家清洁一小时四百元到六百元都有 但这豪宅家具装潢太贵重 清洁费用用品项计算 不同材质大小来评估像是现场两个落地窗大小窗帘 圆形地毯和单脚椅就要将近六千元 各个材质是完全不同的 那样使用的工具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建议还是要到现场去评估会比较好一点 清洁豪宅细节可不少 不是人人都能做 就算价格不低过年前大扫除忘记 也让业者忙翻天 既然将全聚黄玉婷采访不懂